如果未来没有人去传承的时候 那我们一定要去探索其他的可能 不然这些感动要怎么样留给下一代 没有材质没有人工的时候 那个位置OK吗 可以 好 关若英 发现生活的艺术 您听唯妙的声音 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 我设计但不拥有 欢迎设计师黄若杰 嗨 你好 大家好 黄若杰做了很多事情 他自己是工艺设计师 他也策展 他也对台湾的工艺 花了很多时间 像一些经典跟前辈学习 这个是当初我在认识他的时候 看了他策展的时候 跟他闲聊的时候发现的事情 那我觉得现在的年轻的做设计的 如果愿意跟传统经典学习的话 我觉得是很难得的 因为有很多东西正在消逝 那当然也因为我刚好在认识黄若杰之前的两个礼拜 在台中摇座看了一个法国艺术家的open studio展 他特别跑到台中去学草 离草的编制 所以我就很感动 那刚好碰到了黄若杰 所以我觉得这个连结 或许我应该要让大家也知道 如果有人可以跟我们分享传统工艺的好 怎么样跟新的工艺 还有新的设计做连结的时候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好 若杰你可以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我是学校来说 我是毕业于台湾艺术大学的工艺设计系 那以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其实什么金工啊 陶瓷玻璃 所以像你说的所有工艺 其实我们都要略微接触 那当然同学有很多人成为很优秀的工艺家 那我选择的路是比较不一样 因为我自己对于可能一些概念啊 一些意义的东西非常有兴趣 所以我反而是往了比较偏工业设计方式去做一些 就是可能概念 概念先行的产品设计 对 那在过去这几年 我就是自己一个工作室 然后可能在台湾东部啊 南部啊各个的角落去做各式各样的工艺的合作案 对大概是这样 那这些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一个你的开头 比如说你刚刚说在台一大 可是呢到国外去学习设计这件事情 对你产生很大的影响 去意大利嘛 对不对 还有布拉格 好布拉格对嘛 那更丰富 所以先去意大利还是先去布拉格 先去布拉格 布拉格是那个大学的时候去交换的 然后那个学校是叫做布拉格艺术建筑技设计学院 然后我选择的那个工作室还蛮有趣 它是一个捷克的艺术 算是设计师叫做FIS的他的工作室 那主要是金工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主要是产品设计跟金工一起进行 然后那时候就看他们的作品就是跟一般人就是做金属工艺很多就是很精致啊精美啊 但你就看他们全部是非常极简抽象的他们更多的时候是在意的是互动或是物件本身的意义 可是这个东西很有趣哦 我刚刚听到一个点 你刚刚说的抽象这个事情 如果他很抽象的话 关于互动这个部分 一般人看到很抽象的东西 他不理解的时候 通常他们会怎么想要跟这个物件互动 对这个很有趣 我会举一个例子 因为那时候啊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皮革包包的一个设计的学习案 然后我们做了跟当地的一个皮革品牌合作 然后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学姐 他也是业界目前就是捷克业界很有名的一个设计师 然后他就想说我要怎么样子让包包复权女性 就是empowering 那因为当时可能有对于女性很多诸多的暴力事件 很多人会需要走上街头矿疫 那包包作为一个物件的时候 他是不是可以直接随时随地就是拆解出来 我在行动的时候 我打开我就可以直接跟大家说 我的观点是什么 那他其实就是打破了传统说 我们对于包包的功能定义就是 我就是拎着它 我必须要装东西 但是包包又是我们随身携带的东西的时候 所以我会觉得这工作室 他们特殊的部分是 他不叫金属工作室 他们叫做concept object meaning 就是概念然后物件跟意义 他就探索的是 因为假设我们自己带珠宝啊物件啊 就是你会佩戴一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重点不是在那个东西本身 反而是你跟那个东西的关系 就是你会 你会带他一定会有一些情绪 或是一些体验的连结 不然你带他 好当然有人有可能会就觉得 我就爽 我觉得他没我就带这样子 对啊对啊 兜兜诱啦 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也是需要一些 比较或是体验 慢慢 因为有时候真的我们很多东西 功能性放在第一个的时候 功能性搭配性跟美感 可能很后端的时候 就像刚刚讲的东西很酷 包包的把手抽起来 可以直接做一个意识的延伸 所以我觉得不一样 可是这也是好玩的嘛 就像是你去的这个学校 这个科系 它其实让你要做的不只是 我们看到的物件 就是一个物件而已 比如说不只是瓶子就是瓶子 瓶子就是瓶子 它每个都有很多背后的 富有社会议题的 富有诗意的 富有叙事性的 很多价值在里面 那这个也是有趣的 那当然这跟你后来的一些 经历跟作品都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我们慢慢聊下去 好 那后来像这样子就是一个举例嘛 那这个 那个时候去留学的时候 交完学生大概多久时间 一年的时间 然后就足以改变我的一生了 我会这样说 因为就跟台湾的教育方式 他们其实是差蛮多的 那像以前在台湾的时候 其实老师会更注重的是说 我做一个工业产品 或者工艺产品来说 我要讲究的细节 材质 那这是台湾的强项 没有问题 但是常常你就是做出一些符合人音工学 但是丑的要没有人要买的东西 然后那些东西完全根本没办法跟任何人产生连结 好我还没跟你说这个蝴蝶代表什么 那关我什么事 那他们那边更多的想法是说 不只是看中艺术家个人的脉络发展 也是去探索艺术家跟社会的关系 那这东西是我在意的 因为我觉得设计跟艺术有一些很大的不同 是设计需要去 艺术也有很多沟通的部分 但设计是更具有条理 不能说条理 我怕会得罪一堆人 但是就是 他就是算是一种更全面更周到的想象 想想怎么样去跟一个人就是产生连结 那沟通就是一个 我觉得设计里面很必要的成分 OK 那后来呢 到了这个意大利的时候呢 这个部分也分享一下好了 意大利的这个求学经验 是什么样的学校 什么样的科学 他不是学校 他是一个很奇怪的机构 因为你如果上网查Fabrica Fabrica Research Center 你完全会查到一堆乱七八糟 就可能 因为他在意大利文里面是那个工厂的意思 然后其实那是什么东西 没有人知道 对 不过这个很有趣 就是你当初是怎么样就可以有这个机会 因为台湾很多的设计师 不一定可以直接到国外 进入到一个很酷的单位 直接就成为那边的设计师 甚至呢 设计很多很酷的商品 是什么样的契机 让你可以去Fabrica 其实我觉得我人生的契机都蛮ㄎㄧㄤ的 就像Fabrica就是我当年就是想要做网页 我就想要看一下就是有什么最佳网页范例 我就按到一个Fabrica 哇 然后按进去就发现可以申请 然后我就 哇 申请还包吃包住包机票 还有就是最好的一些设计的资源 他算是一个工作坊或住村之类的那种 我觉得偏住村 住村 因为他的我去的状态其实是比较像公司一点 我们这样就是在一个设计公司里面工作 所有的案子都是要对业主的 实习反而还会有配 然后有这个可以住很多资源可以使用 对 就是基本上他就是 他原意应该是真的是为了让设计师可以发展的一个 residency就是住村机构 但是其实他们为了营运他们其实也是要想办法生钱 因为没有资本的运作的话 他们其实就是只是会烧钱 那东西没办法永续 那所以我们其实我当时那个部门叫design area 我们其实是主要是参加米兰设计周 就是主要最多家具家具家饰的那个展览 对 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会跟很多不同的可能工艺的品牌 或是一些设计新的单位去做串联 这样真的很棒 等于说这个公司这个单位是非常有勇气的 他看到你的潜质 就直接OK 你来我这边 但是我们也一起把我们将要生产的作品一起做出来 对 而且也会因此而得到很多更新的概念 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很一体两面的 那么那么新 那么那么的纯粹 因为可能是才刚毕业的学生 或是没有在这个领域很久的人 突然可以跟他蹦出什么样的火花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他有一个限制啊 就是一定要25岁以下 他就是他是其实他是背后是班尼顿那个福士集团 那他们其实 其实今年是要迈路第三十年了 然后我们今年其实有受邀 就是接下来七月 希望有机会可以再回去去跟大家做交流 那他其实在设计史上面是有脉络的 那其实2020年的时候 台湾有策展人去把意大利的设计脉络 在台湾的那个台创那边的展览空间展过 这可以稍微讲一下吗 这个部分 Fabrica这个历史的这个部分 他的机构嘛 他就是其实就是Benetton 他Benetton先生就是他的创办人 他自己其实对于艺术文化 还有设计怎么沟通很有兴趣 那大概是1994到2000年 就是那个网络准备要开始 就是开化结果的那个时代 所以那时候 大家就很期待用什么样的媒介可以去发表 或是可以对一些社会议题做一些贡献 那这就是他原本的愿景 所以他就创立了这样的机构 也请了就是知名的安城中雄大大 来 他就盖了 就盖出了这一个就是很炫的建筑 然后是他们家族本来17世纪的一个庄园 然后安城中雄建立的部分 就是有点在地下的部分 就像说创意是从地下酝酿而成的 那其实前阵子那个安城中雄展的时候 有那个实体模型 我们就看到就想 哇还真的有 对对对 然后那个城镇就是叫Travizo 那我觉得比较轻松讲 就是他其实是提拉米苏的发源地 大家应该都听过吧 这个这个 大家不用那么严肃 就是他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工业的城市 那就是因为Benetton这个服装集团 跟这个实验机构的关系 其实在当地造就了蛮多的 可能就业机会 还有很多可能外国人过去 跟当地产生交流的一个机会 所以算是在过去意大利或欧洲的设计史上 算是一个蛮有趣的机构 你那时候待多久 我待了一年半 因为其实通常只能待一年 我那时候就不想回来 我想说再生性再待半年 回来的时候都已经超灵了 OK 有没有可以举一个那个时候特别 因为你刚刚讲的东西很有趣 在布拉格的那个一年可能改变你一生 那在Fabrica Fab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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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的这段时间里面 又给了你什么更多的影响 然后有没有因为是因为某个案例 让这个你的一些设计的一些思想 更升值在你的心里面 到后来的一个 幻化成你自己的作品的这个 前面的部分 因为其实在当地我们其实 因为我们是里面的产品设计师 那产品设计师其实要做的事情有点多 就是我们包含工艺设计 就是我比较本来擅长的部分之外 我们其实也要很常要尬 测展跟展览设计的部分 那其实这个东西对我 接下来做所有事情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在布拉格的时候 其实我就说就是台湾的时候 你会很着重在一个细节去设计 但是去布拉格的时候 老师可能例如说他会希望你就是 假设他要你设计一个灯 他不是要你要设计一个灯 他是要你去找到一个你有感受的空间 为了那个空间去特别量身地造那个灯 那其实这个是很能够发挥任何工艺的本质 对 那到Fabrica的时候 其实因为我们那时候很多的策展项目 像那时候最早接触的一个案子 就是他们是班尼顿的基金会 他们是专门在做一些地图的收集 全世界的地图收集 因为地图是可能人类所有的 他们其实那时候命题是说 当人类开始绘制地图的时候 是否引起战争 那因为这是一个很硬的硬体 那我们其实工艺也是常常会接触一些 很深刻的东西 想要怎么样转化到可以生活可以应用 或是会让透过设计可以让更多人了解 那那时候我们设计单位 我们接到就是怎么样把这个议题 跟学者合作 我们透过策展的方式去跟大众沟通 那例如说他们在那个区域 有很深刻的一些就是战争的历史 那因为地貌的改变就是当时都是 因为我们以前是没有像现在网络那么发达 Google Map的改变 你就是点一下就有 每一张地图都是手绘 它每一个地图都是人文改变的困境 那除了人文的改变之外 可能地理啊 或是本来就是一些风灾啊 自然灾害的改变的时候 也是会改变地貌 但以前都是用地图的方式去记载下来 所以我们就是那时候透过主题性的方式 跟当场展场的一些互动性的一些设计 然后我们其实真的有成功 就是邀请到很多就是年轻人 就对这些议题开始有兴趣 开始去接触 那这个东西是比较可能比较策展那一面的 但产品来说的话 其实也还蛮多学习 那其实对我现在而言最受用的 除了就是我们可以学到各式各样工艺的技艺之外 其实更多的是设计单位 他们的商业模式 因为我觉得这几年我一直在想的问题是 永续性这件事情 因为永续性不只是材料 因为材料永续性大家都在做 但是你要怎么让一个business 可以就是永续下去 其实你是需要有策略的 那当时我们其实做了蛮多案子 有一个我特别喜欢 他叫做 他那品牌叫GUR 是GUR是地毯RUG的相反过来 那他那个女生 她的主题人叫Celia 然后他们是在葡萄牙北边的一个城市 叫Porto附近的一个小镇 那他那时候在学 他以前就是发现说 当地就是有一个制品文化 想要复兴 他想要复兴 因为当地 因为现在工艺就是越来越少人做 尤其欧洲他们的 可能人工层没有更贵的时候 你要怎么复兴工艺 其实这都是我们一直在工艺系的时候 其实在台湾大学的时候 其实都在想议题 那他那时候的做法很有趣 因为他就是 因为资品可能以前就是为了做一些 可能很大型的 就是家里的摆设或什么的 但他找到一个很有趣的切入点 因为可能刚好欧洲也是比较偏冷 然后他们可能随时就是会需要 就是一些地毯在脚下 就是可以踩电着 或是也是有些人会做挂毯 做些装饰性 所以他就是开启了这个品牌之后 他去跟很多的平面设计师 产品设计师 或是一些可以创意发挥这些平面 因为他就整个人都同一个大小 然后但是因为你的艺术家设计师 他们每个人在做各式各样设计师 会有完全不同的 对于一件事情的想法 那反正那时候我们就很幸运 就是有机会跟他们合作 然后他让我知道了 他们就是 因为就是引路横插画家 平面设计师去设计这些东西 然后间接影响到当地 真的可以提供当地很多许多妇女就业 然后开始去让这一个工艺起来 你去看他的那个AXY的店 其实全世界都卖 很多台湾现在买不到 但是现在好像台湾还没有人进 但是可能日本啊 很多国家都有进的时候 他其实这个工艺又是 用新的方式来到大家的身边了 但这个很看美财 因为织品相对是 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很容易看到 陶瓷也是 但其他材质就不一定 OK等你这个体验完 又多了半年 回到现实的台湾的时候 台湾的现实 也不能说现实的台湾 就是如果你接受到那么多 很棒的思想 跟很多很棒的同事们 还有单位们合作的时候 你回到台湾那时候 有什么感觉 开始正式的成为一个设计师的时候 你要听老实话 当然啊 就是要讲这个 OK 就想说大家都不想要听 就是大家设计师背后那些那种 仇云产物的那些过去 不是不会 没有没有 这才是真实的 不是因为看到问题 发现问题 我们才有办法去调整跟修正它 那刚好你有这样的经验 因为当然是最后 因为这就是所有创作者来讲 还有所有人 比方说创作者 人生活就是要 一直在理想跟现实里面去磨合 可是因为不管怎么样 我也是先被你的作品去吸引 我觉得的确是 也是国际级的标准 很有强度 但是这个东西 当然台湾现在有很多很厉害的设计 不得不讲 我也介绍过很多 但是这的确确是一个很有意识的一个经历 就像你说的意大利跟布拉格 因为刚好也跟我曾经介绍过的人的学习背景不太一样 所以呢 刚刚讲到议题这个事情 是特别有意识的 有点政治有点社会议题 包括刚刚讲那个 哇 地图的发明是不是让战争开始 哇这个真的是真的是这样子 不会硬吗 不会硬 我们这个很有 很有很有想象的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有多大的时候 我们的领土 我们的这个环境有多广阔的时候 我们就想要走更远 人的好奇心 但是会不会因此就产生了侵略 产生了侵占等等 产生了各种的 所以我觉得是很有趣的 这个就像 当然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 但是这些东西深深的影响到你 但是它也幻化成你后来的设计的一部分 但是一开始一定会有一些碰撞 这个部分可以聊一下 当你后来在台湾的时候正式 OK回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毕业还多久 还是已经毕业了 我毕业超久了 毕业超久以后 然后先去那个 对对对 老屁股了 OK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那个时候去Ferrica的时候 刚毕业没多久 刚毕业没多久 所以回来也有再继续读吗 台湾 没有 就直接进入这个对不对 就是跑单帮的 就是进入我们的这个市场了 进入到这个现实的环境 我们要怎么样 像你身为一个设计师 怎么样开始接案 怎么样 你会来做的比较有 可以讲吗 第一个案子 我讲不错 那我们稍微讲一下这种冲突好了 好不好 你的感受 其实就是一直在验证 因为其实之前我就说 在意大利那个经验 听起来那个就是 包吃包住包住 然后机会又是全世界最好 因为他们毕竟是一个 算是一个蛮大的单位 所以其实你知道 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个泰国案子 那个业主是从来一个图都没有改 就换回来的 这种尊重程度 然后回来台湾 跑单方的时候 而且因为以前就是 在那边你也可能是外国人 你就比较特别 他其实 其实大家都对你还蛮好 回台湾你就是nobody 就是因为 你总是好多 好长的时间就没有在台湾 你其实 尤其是台湾可能 刚毕业的学生 其实如果你没有进到 可能一些单位 或是设计公司 其实很难会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很不错的业主或是什么的 那回来台湾的时候 我先跟你讲 我就是犹豫了半年 但是但是那时候 当然就是就是渐渐的就是开始有朋友会介绍一些案子 我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这样 就是慢慢的累积 当然那时候还是很想要出去 但是因为像你说像可能 为什么会对议题有兴趣 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台湾 因为这就是我的家 那我们在外面的时候 其实你更有机会去思考我是谁 那台湾作为一个这么复合的文化体 那所有我们使用 尤其像我们在这些设计师在制造的物件来说 就是家具家室啊 锅碗瓢盆 其实它都是代表某一种我们生活的脉络跟意识 它不是就是只是符合那个功能性的 它其实都是代表我们那个时候的想法 而制造而成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生活中 所有你在小北北或买的物件 其实它都是 它都是台湾人当时价值观的显现 对 OK 所以 那么多的 就像你说纠结 可是当你回来多久以后 开始可以稍微 把你的思想 还有跟业主的沟通讨论 幻化成一个你比较满意的作品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我今年回来 今年回来台湾已经是第六年了 我其实回来蛮久了 然后这六年都是自己炮丹帮 确实是这样 然后 这些经验来说 因为你客气了啦 你还是做了很多事情 目前 因为满意是谁讲 满意业主也许不满意 我怎么知道 但是有可能我不满意 不然你又看我要跟你介绍我的作品 我就觉得怎么办 这感觉好像也不太好 没有 不是啊 可是你的版上本身就 你等于是四个方的 你IG打开 你又有做出版 对不对 又做小字 又做策展 又跟这个传统工艺有关系 所以其实还是很多的嘛 当然你刚跟我讲说 我还有很多没有上 可是上了已经很多了 我知道 就是不甘寂寞 就是什么 因为就是我就很好奇 我觉得这可能是火金松弛吧 我不知道 就是会很好奇 就是很多的东西是怎么做 就是因为我说之前在布拉格的时候 因为就是你focus在概念意义跟物件的时候 你就不会被媒材绑住了 但是这也是一个缺点 就等于是我的设计是随着 各式各样的相遇而改变 所以我可以成为资本 没错 我可以成为陶艺品也可以 我可以成为金工 我可以成为业主想要的东西形状 但我的形状是什么 我这几天其实因为要上节目 其实我一直想说完蛋了怎么办 我就是一个没有形状的人 然后我朋友说 你就是很像神皮宝贝里面的 那个百变怪 对 是不是双鱼座都有这个特点 我上次访了一位 所以他也是这样子 我天平啊 但是上身双鱼 对对对对 杨乃游那首歌是什么 我天平你什么 天蝎为什么 对对对对 我超喜欢那首歌 OK好 传统公益这块来讲一下好了 就是说 因为 我还是觉得说 很棒很棒的这件事情 就是我最 节目一开始提到 就是 关于一个 其实我最近也会这样跟大家讲 我刚刚本来想要讲说 年轻人对传统公益 异的一个学习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是 我常会提到说 底片跟黑胶这个事情 年轻人没有碰过 对他们来讲也是新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们有那么好的基础 跟经典的时候 如果有年轻一辈 可以去承袭下来 那是多么好事情 而且又可以再把承袭下来的东西 转换成更新的东西 那所有的学习跟传承 不都是这样子吗 所以你自己去上了很多的传统公益 那这个部分 稍微可不可以先聊一下 就是说你是什么时候 在什么样的契机 突然被某种 比如说台湾的材质 那可能是 在公益的部分上来讲 已经有点 现在年轻人不是很常接触了 然后你有机会去觉得 你得要好好学一下 因为其实在意大利的时候 就是一直常会望向台湾 就觉得好像有好多东西可以弄 因为意大利他们其实是 有很结构性 重点他们是有市场跟产业支撑 这是跟台湾比较大的差别 市场有那个需求在说 其实公益可以用 可能精品的方式存在下来 但是台湾其实我们比较 我觉得台湾的文化并不像是 他们那一种方式 那所以当时就是回台湾之后 刚好因缘机会 机会下我们就去到了台东 我跟我以前的伙伴 然后我们到一个台湾 不不不 北南族 北南族普悠玛部落 我去跟郑浩翔一个做腾跟竹的老师学习 那其实那一次的经验 带给我很多很多的感动 因为其实你知道我们探索工艺啊 永续性的事情 你去看 你去观传统 他们部落里面怎么样去面对材质 跟自然的关系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 他们 我们那时候就是我们要制作竹跟腾的东西 那原料从哪来 不会全部都进口吧 我们老师要我们上山去腾去竹 那其实他们在上山的过程 是有很严谨的 就是一些故事 就是程序的 其实是 如果只要任何一个人 只要放屁或打嗝 就好像是有一些 不尊敬三省之类的 是这样子 不是不是 就是一个讯号 就变成是我们现在可能有危险不能上山 它其实是有一些讯号 但是祖灵的讯号 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所以 我刚刚本来会以为说是不进 但其实不是 是祖灵想要给你的讯号 没错 对对对 然后在那边啊 我们要进去之前 老师带我们到了一个就是河床上面 他说就是你去找三颗 洁白 就是圆境的石头 因为你去发现大石 因为想说你看台湾那个东岸 很多那种大理石 应该很多这种圆圆的那种 鹅卵石之类的啊 但是其实 你自己去找的时候 发现又圆又白 又干净很少 所以你必须要找到那三颗很珍贵的石头 你去跟三神在一世之中去跟它交换 所以你是取之于自然 但是你同时也给予自然你最珍贵的东西的时候 这样子就不会有什么烂法的问题了吧 你会想到自然的时候 就不会像现在很多的 为什么整个全球 可能环境的问题啊 工厂一些生产的问题 其实本质上就是没有探索到 就是跟自然的关系 所以像一切失衡空气污染 地球快要毁灭了 但也许没有到那么严重 但是我确实从他们对于自然敬畏精神 其实你看虽然是 我觉得产品工艺 他们其实有时候只是一个媒介而已 他媒介要干什么 媒介让我们去经历更多的事情 他未必 东西 制作出来东西未必是最重要的 对 那这是我其中一个跟部落 因为我很喜欢部落 那去年的话也是因为工艺中心的关系介绍 然后我到了屏东来艺 来艺跟嘉兴部 他们是一部木雕文明的 在那边我就是也有经历到不同 关于传承 谁传承 因为你说就是 当然很希望年轻人继续传承工艺这件事情 但是谁做 那我觉得像陶瓷 因为我同学大部分都是陶艺家 蛮意外的 然后当然 那因为陶瓷在目前我们生活中可以看到还蛮多的应用 例如说锅碗瓢盆 我们其实就是碗啊这些东西 我们其实生活中一定是会用到的 在可能未来食物设计 如果可以发明一些胶囊之前 我们应该还是会用到碗啊 陶瓷啊 杯子 他的生活中的实用性其实是相对高的 但是 例如说可能 我去学 当然这个部落之外 我们可能学令草编织啊 或是其他的东西 其实在六七零 五六零年代之后 塑胶发达的时候 其实功能性完全被取代的时候 我们就是延续这件事情的意义是 我们为了要保存手工而手工吗 还是 对 然后我记得我们就是去到 这个来艺的部落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其实设定了 我们其实算是策展单位 我们都一起下去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设定了一个食器相关 主要是想说饮食 因为饮食 我之前就是有钱真的有访问一个食物设计 他就是跟我说 就是两个不 就互相无法信任的是 没办法再同桌吃饭的 基本上是这样子 就是你有可能古时候会下毒啊 或是什么的 OK OK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想说 是不是可以 因为饮食也是一个 我们台湾 尤其台湾人那么爱吃 所以只要有吃 我们相聚的时候就有对话的空间 那因为我们彼此不了解嘛 然后我们大家 台湾那么复合的文化体 所以我们就去 然后那时候 因为就是了解他们的木雕工艺 其实 他们其实继续还是有人在传承 就是雕 就是传统的一些物件 尤其那边是连杯为文明嘛 但是其他的东西 其实都没有在开发什么东西 但我们觉得食物算是 一个蛮有趣的契机带过去 那那时候老师 我觉得他还有点搞笑 他那时候就是订了那个 淘宝 不是淘宝 因为虾皮那种的 那个一个盘子 然后因为我们同期的另外一个 我邀请了设计师 他还设计一个圆盘 他说淘宝这一个 虾皮这一个 你看上网买 加运费200块 然后还是中国局务 台湾你的材料 都从哪里来 光那个台湾原料 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昂贵 进口材料更不用说 然后制作来说 在部落里面找到一个 可以车的师傅的话 那个成本可能就500 up 就是你只要想到手工的话 那其实这样子完全 不成比例 那工艺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延续下去 所以他其实 我在跟他对话的时候 有很大声讽 为什么他们在当地 其实会一直继续做一些 可能奖杯啊 印章啊 这样的物件 其实因为他目前 在目前的社会 就是还是很仰赖一些物质的 然后他 他同时间又是 象征了一些 可能 例如说奖杯 就是一些 有些这种 得奖 或者一些比较 崇高的意义的时候 他这个东西 可以用这个方式 留下来 所以他们找到了 他们的应对方式 对 那在那边的过程 就是其实 其实我们真的 就是到部落去住 然后去学习 他们的生活方式 这样 那这个部分呢 你之前也提过 慢慢的去思考 所谓的新工艺 对 新工艺 可不可以讲一下 这个部分 你开始学习的 这些传统工艺以后 要怎么样转换到 因为我们刚刚 我还是蛮想跟 听众们分享你的作品的 对 就是当 你意识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包括你刚刚讲的说 成本的问题 材料的问题 现实的问题 但是你依然想要 透过你的设计 去改变一些什么 或是去告诉大家一些什么 就像你刚刚自己讲的 很多物件 生产出来 不只是实用而已 它会像 想让你有点像是 跟你指一条路 告诉你一个可能性 或是深深的一个故事 其实它不只是一个物件而已 所以 当你受到了 那么多的影响的时候 你开始 从你的设计里面 去体现这些事情的时候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这个部分 因为石器 我知道你有做 你也做了花器 甚至呢 你也做了什么呢 像 好 我们先讲这个就好 先先聚焦 讲不完 你看你做了很多事 其实 就是因为刚才说 就是这个莱姨部落这个案子 木盘吗 我有设计了一系列的木盘 其实那时候就是因为 盘湾族他们有名是联碑 那其实联碑这个形态 他们是过去怎么用 就是结婚的时候 两个人共赢 或是部落里面 部落监制前 有事情要协调的时候 好 有三个联碑 好 大家一赢下去 我们就和解了 或是就是我们就达成共识 往前走 但其实 去了解盘湾族的文化的时候 因为其实我发现他们就是是贵族制度的 那其实他们里面 其实过去就是一直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冲突 其实套用到我们现代来说 其实也是适用 就是我们是在跟部落的姐姐聊天 他就说 古搜那方法哪有用 我们就 我们就直接那个纯正心来记起来 比较有效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 确实是这种外来的制度 确实是可以直接很有效率的 制度的去解决问题本身 但是你知道古时候他这个做法 很温暖啦 很温暖 对 就是人跟人之间 我们需要闹那么大吗 很多事情不可以先 自己商量一下之类的这种 就说边喝边吵架 但是也是一种互动 但是当 我觉得制度有制度的好处 但是不是一切 那那时候如果他们在 不管是冲突过 他其实最符合原始 最符合人性 最符合人跟人之间最真切的互动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 那如果这个东西回到我们生活中会是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联杯这个概念实在是太有趣了 而且可能也很多人在做这东西 但是他要怎么样回到生活中 那我就想说 我们吃饭确实是就是我刚才说 就是我们只有彼此信任才有办法共识 那联杯有点强迫大家就要一起 我们一起有共识了 一起喝这样 但是我就做出了一个模组的系统 它是一个一个 就是我是去研究它所有的灵性 因为他们全部几乎都是六到八角的灵性结构 我怎么样把它极简化 然后去把它做出一个简单的平面模组 因为那时候他们要考量到 因为其实不是所有东西都是手工制作 这个是机器去制作 因为必须我们可能要谈产品有序性的话 也是要想到说 每一个如果都是手工制作的时候 其实对于可能业主方 他们其实有其他更好的技术去延续的时候 我们其实我们真的要去执着手做这件事情吗 这件事情我是觉得可以探索的 因为我觉得未来人类可能学工艺人也不多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谁去延续AI吗 还是机器人吗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设计一系列 比较好制作 然后可能可以车 但是同时间机器制作跟人类制作的东西 一定是有不同的 但是你机器制作 如果一定要用机器制作的话 一定要用机器它最挑战机器性能的方式去制作 所以我觉得那个意义会比较好 反正我那时候就做出了这几个连杯盘 那基本上你在桌面上 你就可以自由排出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核心是 因为以前可能是一起引下去 是不是才和解吗 但是我觉得那是要你心甘情愿的时候 所以你就是可以自由的说 好我就决定 就拥有自己的那个盘子去 我觉得你心甘情愿 你自己有选择的时候 那个才是真的啦 我大概是用这种方式在做这个物件 那其实当时设计就是摊盘器 其实为了部落的想法也是说 因为现在有很多可能迷行餐厅 或是有一些很主大可能在地啊 或是猎人食物的餐厅 其实他们很多的容器需求 所以我是希望他们的生产 不会是只有奖杯啊或印章 或是他们传统在做的东西 可能还可以有一些 把这些精神去衍生的可能性 那饮食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那所以我那时候就做这个盘子 然后是我目前觉得还算满意的东西 对 这可以 因为我曾经访问过一个食物艺术家 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可以成套 变成一个思想跟创作的延续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好啦我称之为宴席好了 但这个宴席是富有教育意义的 但是呢 如果是以商 这个是这个 我觉得这个比较少人在讲 就是说大家可能会说 OK我们食材的部分 OK 我们文化的部分 我们风格的部分 可是如果 当然这个是很必要 因为好吃跟吃的很特别 但是如果特别讲 这些餐具怎么跟这些食物 做最好搭配的时候 或许会让人家重视这种传统工艺 到现在新的设计师的一个 重新的一个表现方法 让大家知道说 哇设计其实可以为我们做更多更多事情 其实我的想法是 就是东西不用就是浪费 就基本上很多 没有我这样讲 我怕要得罪一堆了 不会 还好 你说 就是因为很多工艺品 它就是会变成 有时候觉得它偏向雕塑 有时候会比较像雕塑的时候 或是没办法跟 就是因为其实工艺跟艺术相关的作品 一定是有些点 因为工艺的本质是在生活中使用 在过去都是 它其实本来不是一个 这么就是高大上的东西 它是长迷的东西 真的是长迷 我们每天都要用 才会去编织令草篮子 阿嬷要出去买菜用 或是猪肉去捕鱼 鱼肉去捕鱼 它其实都是符合一些 就是我们生活的需求 它其实是 我就觉得它是不是一个 前科技 就是 或是个怎么讲 更原始一点的科技 一个程度在 对啊 我想一下 我忘记我想讲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OK 不过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个部分是 你提到一个东西 就是说 在你 国外的这些经验 甚至回台湾六年以后 你突然觉得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标题 关于拥有这个事情 因为我觉得拥有 很有趣 但是为什么这个时候 你会突然 有这个感触 觉得说 拥有这句话 或是这个状态 在你现在的此时刻 是很重要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 我希望大家去想想看 你身边 你拥有了多少的物件 然后我觉得 拥有是一个 因为说 我们是制造东西 我们是制造很多 必须要让人家 拥有的东西 那拥有这件事情 在现在这一个 可能共享 或是很多 我们可能 以我们现在生活模式来说 可能很多人都 租屋租屋 可能不太有办法 去拥有一些大型的物件 像古时候可能 或是我们家庭结构 也不像以前一样 就是会 一定会结婚生小孩 有一个公益的 百年的老盒子 要传承下去 那拥有这件事情 放在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在制作东西的人来说 我们是不是要去探索 我们拥有 背后的成本是什么 跟拥有的意义是什么 是 但是接下来 要怎么样在设计上 或是 因为就像你刚讲的 还是回到 不管是著作也好 不管是论述也好 不管是策展也好 都是想办法 因为感觉起来 你是包套的 可以这样做 你是一条龙 就是你都可以做 所以接下来 有什么打算 如果你现在 这一定就像 你前面讲的 其实 你刚好碰到了什么东西 让现在你形塑了 你目前的一个 形体跟状态 所以你接下来 如果你现在觉得 拥有这件事情 跟状态那么 值得被探讨的话 接下来有没有什么 发想 想要把拥有这个事情 让大家更清楚的 跟大家说 我们要思考一下 拥有这件事情 因为我其实会有感而发 其实是自己家里 发生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家的家父 就是很喜欢收藏 古董 在他生前的时候 然后他就是 我们家就是满屋的 工艺的老件 我会说真的可以 就是之前的状态 真的是可以成为 那种家具博物馆的程度 就是你可以看到 从明朝清朝 到日制时代 所有的家具 他都拥有 但是这些东西 不使用的时候 他就堆在那边 然后我过去就是 我们家的那个空间 里面就是摆了 可能 我不知道 可能几百件的 全部东西 堆叠在一起的东西的时候 那这些工艺被制造出来 它的本质 虽然是被拥有了 但是它没有被用的时候 没有使用的时候 它就没有办法在 我们作为人的当下去 延续它的价值 那这件事情 其实对于我一个 在制造物件的人 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因为我就是一直在 做家具家室 这些会让人家 就是要丢掉 这很困扰的东西 因为你有产生 情感连接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或是你使用 很好的东西 去制作的时候 你就会舍不得嘛 但是 其实更多时候是 我们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 设计像物件这些东西 其实帮助我们 人生的一些哲学思考 那这些东西 我们需要拥有嘛 那这些 但是这东西 又是关于 就是你也饭碗的时候 生计 就是我就是制造 我就是在来制造的嘛 那我们如果要选择 制造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 用更有序的方式 制造 那当然这些东西 会跟你产生 情感连接 但是当你 可能不需要 它的那一天的时候 它也许也有 它的延续价值 不管是现在 你常看到一些 永续设计也好 它可以探索到的是 像你看 我们前阵子 那个展览来说 回收的塑胶 它其实 就算你再也 不用使用了之后 它其实是可以 回到循环系统的 这个策展 稍微讲一下好不好 在最后 因为这也是 我认识你的契机嘛 对对对 因为 讲永续 讲环保 讲 就像 你家里的这些老的 很经典的物件 也给你一个影响 但是 这些东西 它可以用原来的形体存在 它当然 好像也可以用 不同的形式存在 也就是你现在 探讨的新工艺 所以这一次 我认识你的这个展览 稍微 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你策的展 其实不是我策的展 是我们策的展 你们策的展 OK好 你们策的展 其实 初中蛮好笑的 其实就只是我朋友 他们想要来找我玩 然后他们就跟西班牙 巴斯克政府 就是写了一个案子 然后他们主要是做 海费跟塑胶回收的 一个单位 那 因为其实他们探索的议题 我觉得很有趣 其实我们这次 只是因为展览太赶 来不及一起合作 做一些东西 不然应该是会做一些 物件什么的 我最后只能3D电影 赶快凑合一下 对 但是因为就是塑胶 就是一个媒材 它其实是一个材料 但是它其实是 我们当代50开始 50年代开始 一个很重要很重要 尤其影响台湾 因为台湾是 曾经的塑胶王国 玩具王国 对 那 其实每一个 包含你 就是喝的瓶子 它其实都是代表 你今天 因为跟Jenny 在这边 对谈的时候 而产生的这一个塑胶 那它接下来进到 循环系统的时候 它不再是一个材料 它是背着人类 是背着你个人的记忆 而就是 而存在 里面有我的DNA 对 所以 所以这也是我们 就是 我不说再留指数 因为它现在已经可以 尽量是可以进到 循环的时候 那你去重新 看待这些材料的时候 其实未必 是像以前 大家就觉得 塑胶都是便宜的东西 它其实是很有价值的 那Mazzadonia 他们这个工作室 叫 他们叫水果沙拉工作室 他们就是希望 可以制造一些 有趣好玩的物件 像你在展场 有看到一些 荡球签 因为可能一个家 他买一个荡球签 给小朋友玩 他其实 小朋友从小到大 产生了连接价值 心理的连接价值 你就不会想要 把它丢掉了 但是当 有天长大不弃用的时候 你也许因为塑胶很强韧 它还可以继续传承 那 那工艺 跟传承这件事情 什么叫工艺 什么传承 因为它等于是说 那么它可以延续把一些工艺的一些特质 因为 我觉得工艺的延伸 有几个特点 就是人工 就是工艺的记忆的延伸 跟它的一些 typology 就是一个类型学 就例如说 它的形态 或是它的使用方式 怎么样子 变成一个 比较抽象的一个元素 去继续 活在这个世界中 对 大概 所以我就觉得 他们算是做得还蛮好的 然后让这些东西可以 看到重新 回到生活的可能 那当然 塑胶是我们近代的材质 但是 同理 其实我觉得可以应用在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工艺上 对 OK 所以 这个也是我之后很期待的 就是说 怎么样慢慢慢慢的 因为看起来 感觉起来 你就是一个 你有一个使命感 对 不管怎么样 你还是会做出来 对不对 就是有一个 但是我想讲就是说 怎么样 我现在觉得会是工作坊的状态 对 我觉得会是工作坊 就是说 就像我现在看展览的时候 我觉得 就像我那天碰到你一样 有导览是好的 因为在现今一个视觉爆炸的一个状态下 其实很多人看到东西 就是看过去 我也是一个很喜欢物件的人 我以前也是卖这些设计家具的人 但是我还讲真的 当我最近开始洗碗的时候 开始认真摸每个餐盘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才是一个 你能够感受到更多时候的开始 那还是体验这件事情 因为我比较认真洗碗了 就是手去摸它 然后很仔细的 因为我最近也上了很多工作坊 所以我觉得说 其实好几个受访人 我也都这样建议 比如说 上次Project by H 他们全部手工做衣服 我说要不要开这种工作坊 或是我最近去上了 我也介绍过的 色线盆栽的工作坊 任何一个 只要是 能够让人用手做出来的一个作品 它不只是产品 因为手作就是有这种魅力 它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手就是会让每个东西出来不一样 那我觉得这种工作坊 或许我也很期待 把你的一些很厉害设计 让大家可能是不同的版本 或是没有 因为当然你说要兼顾到手工艺 要兼顾到机器的话 那是比较多的工序 但是怎么样把你所获得的感动 你也是透过工作坊获得感动 其实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传承给大家 你也是一个媒介 就像你做出来的东西 让大家经由那个媒介 再去了解更多的事情的时候 那这样子我觉得每个人 都会自然而然的发起那种 OK 我们知道很多东西 不是就是那样存在而已 它有很多很深刻深层的意义 等着我们去发现 等着我们去厘清 等着我们去传承 而且我其实在想要补充 就是新工艺这件事 因为像你在说你在生活中 在使用的时候 你还会去 真的去感受到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不是探索环保啊 什么生产的东西 要怎么样自己永续地使用的时候 当你很珍惜这个物件的时候 其实古时候的生活方式 那个是最永续的 真的是最永续的 所以把一个东西 其实我还是会喜欢继续做工艺 当然是我的 我会继续做工艺 然后也喜欢去探索更多的材质 跟产生方式 但是重点是我希望 这些制造的东西 是真的让人家有感 然后你会想要 带回生活中好好使用它 然后让它在它的生命周期里面 尽可能地延续它的价值 但是就是目前我们 大部分生活中 或是我们可能 这个世代可以负担的东西 不是这种东西 但我们 这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需要一些新的工艺探索 包含可能开源啊 或是怎么样把一些东西 可能它不再局限于媒材 不再局限于手工的时候 那是不是 我们可以探索的是 当然是不是 它还是不是工艺 但是如果未来 没有人去传承的时候 那我们一定要去探索 其他的可能 不然这些感动 要怎么样留给下一代 没有材质 没有人工的时候 对啊 是 我相信 以后 你会告诉我的 会嘛 我还没有结论 OK 那谢谢若姐 好 谢谢 хлä贝 好 activities Urban